油門一催 排氣管發出轟隆隆聲響 飆車組準備炸接 但下一秒 警方鳴笛到場 為了追飆車組 轉了一圈 結果騎士失控 碰撞倒地 但怕被警察抓 還使命拖著車 拉啊拉 好不容易牽起車 趕緊跨上催油門逃逸 警方沿路繼續追 但騎士吳士宏的硬要闖 結果撞上無辜民眾 好在對方傷勢還好 反倒是飆車男子倒地不起 欸 他撞到他了 先叫這輛車了 逃跑不成 先掛彩送醫 事發在八號凌晨新北市三重區 改裝車聚集 不斷發出排氣管吵雜聲 跑得慢的就被警車攔截下來 遠景一共開了未打方向燈 闖紅燈 行駛人行道 另外還有蛇行 未戴安全帽等等 光是一個晚上 共開除二十四張罰單 最高處十三萬四千九百元 警方強勢整頓改裝車 一夜送上了二十四張罰單 最慘的就是他 想要飆車一時爽 結果IFA還撞出一身傷 3D新聞 徐教委 林玉君 新北市民報道